一番愉快地交流过后女人有些恋恋不舍 伸手想去挽留已经穿好衣服的男人 但是却扑了个空 男人完美地演绎了什么叫提上裤子不认人 但是随后又想起了一件事要提醒女人 表示公司明天会有一个非常优秀的海归设计师要录职 女人还有些不解地询问男人为什么提前告诉自己这些 男人随后的话暴露了他的本性 男人对于得到的东西总是有这样的占有欲 哪怕这些本不应该属于自己 相知是设计公司的主任 每天勤勤恳恳地搬砖工作 在业内也有一定的名声口碑 在单位也颇受同事们的尊重 而东勿则是公司的部长 管理着整个部门的业务 相知白天为他工作 晚上为他做工 两人上演的正是一出不折不扣的办公室部轮恋情 因为东勿部长有家庭 相知今天要去拜访一个新客户 跟同事交代几声就准备出门 先是来到洗手间补下装扮 照着镜子看着自己还留有东勿味道的嘴唇 心里也有些苦楚 毕竟这段感情始终不会有结果 但是相知很会给自己洗脑 很快就调整好了状态出门工作 刚走出门却跟迎恋走来的男人撞了个满怀 手里的文件散落一地 随着男人道歉声相知抬起头一看也瞬间被男人漫画般的颜值蜥蜴 但是忽然想起东勿的话也瞬间拉回了现实 简单道过歉之后头也不回地走开 但是没想到此时男人却在后面喊出了他的名字 相知对眼前陌生的男人表示疑惑 经过介绍得知原来男人之前听过相知的课程 相知算是他的前辈 还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 得知男人叫东云 就是公司新来的海归同事 两人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完成了 互相质疑之后各自去忙碌 相知这次要见的客户是个知名的主编 相知本想具体介绍公司的业务 但是轻木看了相知一眼 夸赞了他的穿着 还没等相知反应过来 轻木随即表示就按照相知的穿着设计一样简单大方就可以 还要求用最好的设计师帮自己设计 费用不是问题 说完起身就走了 短短两分钟谈好的业务让相知还有些不适应 回到办公室也跟同事吐槽这样的客户最不好服务 没有具体要求就意味着要赶无数次 听到对方要求最好的设计师 同时立刻想到了新来的海归东云 这也让相知瞬间回想起两人见面时候的场景 之后不自主地看向了东云的公位 东云并没有在 相知盯着他的位置足足五秒钟 而就是这五秒让一旁的东木看到了眼里 立刻邀请让他跟自己去资料室 相知顿时瞄懂对方的意图 果断跟上 果然东木还是拿出了必杀技 瞬间让相知上了头 不自主地迎合了起来 但是毕竟是在人多眼杂的公司 还是坚持守住了底线 东木此时也开口说话 提醒相知知道自己是属于谁的 不该看的不要看 不该想的更不要想 相知此时已经五迷三道了 对方说什么自然就是什么 最后东木又在相知的脖子上 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然后潇洒地走开了 而相知被一番撩拨之后 身体已经有些疲软 慢慢地瘫倒在地上 深呼吸调整着自己狂热的情绪 回想着刚刚东木对自己的动作 恋爱脑难以控制地感到满足 而此时一个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 困难的人 女人白天在公司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白领 到了晚上却成了部长东木的专属陪伴 而相知对此并没有感到羞耻 反而对东木的温柔无法自拔 直到办公室一个新同事的到来 两人的相遇也像极了偶像巨男女主的相遇 一个看似无心的碰撞也许早就是命中注定 但是东木对相知却有令人窒息的占有欲 只是因为相知偷偷看了东云的公卫几眼 就被带来资料室一番收拾和警告 最后留下一个深深的印记才肯放过她 而这一系列的动作也再次让相知无法自拔 还在沉浸在刚刚的欢愉的时候 一个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 原来刚到公司的东云 打算多方面的了解公司来到了资料室 无意间撞见了两人的好事 面对有些慌乱的相知 东云表示自己不是故意偷看的 并承诺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去 但是紧接着表示像相知这样优秀的设计师 居然会跟自己的部长搞在一起 自己很意外 何况据她所知东木部长是有家庭的 相知当然知道这些 随即表示让东云忘记今天看到的一切 但是没想到东云居然想都没想直接拒绝 还提醒相知以后不要在资料室 做这些不能让别人看到的事情 毕竟这里随时可能出现其他同事 相知也不想继续面对现在的尴尬 故作淡定地准备离开 而此时东云却表示自己已经接到了公司的委托 下一个客户的设计方案由他们两个一起完成 要和知道自己丑事的人一起共事 相知难免有些迟疑 而此时东云再次给她提示 指了指脖子的位置 让她最好去遮掩一下 原来是刚刚东木给自己的惩罚 面对东云走开的背影 相知瞬间感觉一阵脸红 第二天相知刚来到办公室就遭到了女同事的白眼 通过另一个同事得知原来是公司很多女员工 得知了她是东云的合作伙伴之后对她产生了敌意 这倒让相知一阵意外 随即表示只是合作而已 不要多想 而接下来就是要跟东云讨论关于设计方案的时候了 相知告诉自己忘记昨天的事情走向了东云 但是没想到东云居然非常的冷漠 得知相知找自己是因为商量设计方案之后还是一言不发 而是起身离开 让相知不免觉得对方还在因为昨天的事情对自己冷眼相待 但是为了工作也只能跟上 却没想到东云已经独立完成了设计方案 因为东云跟客户倾慕在国外的时候就有过合作 所以知道她的需求已经做好了设计方案 而这一举动也让相知非常恼火 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上前就要跟东云理论她为什么不征求自己的意见 但是当看到东云拿给她的设计方案之后却惊呆了 这份设计图纸完全就是自己最完美的构想 可以说是无懈可击 每一处的布局都是最优的选择 此时也开始理解东云为什么会这么傲慢 因为实力实在是足够强大 最后虽然很不情愿 但是相知还是只能同意了这个方案 很快两人一起约见了客户倾慕 倾慕一见到东云就送上了大大的拥抱 可见两人果然是之前就有交情 而见到东云灿烂的笑容也让相知很意外 没想到这么狂妄自大的男人也有这么可爱的一面 几人很快敲定了设计方案的事情来到酒吧庆祝 倾慕很关切地询问东云的感情状况 得知东云已经分手之后又开始撮合东云和相知 让相知感到一阵意外 毕竟东云知道自己的丑事 只能大口地喝酒避免尴尬 聚会结束之后两人带着微醺的状态一起走出酒吧 东云还是提起了他跟东云部长的事情 表示以相知的能力和见识不应该被东云裹挟 为了一个不可能给自己未来的人荒废了自己的前途 这些不仅仅关乎事业 更关乎着他未来的幸福 还质问相知就甘愿一直被东云这样自私的战友吗 每句话都在戳中了相知的内心 不由地回想起自己被东云罩之急来挥之急去的现状 自己何尝不想有个明朗的未来 但是现在自己又会有谁会喜欢呢 东云似乎也看透了相知的内心 上前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说道 相知一直是业内很有才华的设计师 对于他跟部长的布伦之恋让东云感到失望 在一次两人一起做完一个项目之后 东云对相知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 句句都在揭开相知的伤疤 让他越发感觉自己确实不应该把大好时光浪费在东云身上 面对东云的劝解更是气不成声 东云拿出手帕让他擦干脸上的眼泪 相知此时感觉东云的安慰是那么的令人心动 但是随后东云的话让他再次感到惊讶 相知面对走开的东云也不甘示弱 大声地喊着自己也很讨厌他 但是心里其实已经被他说动了 必须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感情 为了欢迎东云的到来公司举办了欢迎仪式 帅气又充满才华的东云也受到了女同事的羡慕 让相知感觉还有点微微的醋意 这样祥和的气氛让东云也开始蠢蠢欲动 提出让相知结束之后跟自己去老地方会合 但是相知听到这个熟悉的要求这次却犹豫了 忍不住回头看了看正在看着自己的东云 最终提出了拒绝 还借口表示今天是因为自己太过劳累身体不适 但是随后相知又有些后悔 身体很想得到东云的疼爱 但是心里却在抗拒 一时间陷入了挣扎 就在纠结的时候东云走了过来 并直接把相知壁东再强颠 再次强调让他离开东云 不要再因为错误的感情迷失自我 面对东云的举动相知下意识地开始抗拒 还表示这些都是自己的事情 不需要别人插手 但是东云再次站到道德的最高点提醒相知 东物部长不会给他未来 为了自己的前途和幸福生活必须和他做个了断 相知还想继续和他争辩 却被东云再次弊东上来 两人保持这个姿势开始争论起来 相知强调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处理 不需要一个讨厌自己的人来管 而东云继续强调不想看到一个优秀的设计师沉沦下去 伴随着两人争吵东云对相知的动作也越来越用力 面对表面冥顽不灵的相知更是直接吻了上去 这个举动让相知始料未及 赶紧把他推开 但是刚刚一瞬间的感觉却让相知感到了满足 两人四目相对的感觉非常微妙 所以当东云再次把嘴凑上来的时候 也失去了抗拒的力气 竟然下意识地有些迎合 随后东云更是表示等到聚会结束之后 自己会去相知家里 没等相知发出疑问 东云就转身走开了 再次回到屋内相知的感觉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面对同事的关心也有些慌乱的解释 而同事却表示相知的口红比刚刚淡了很多 像是被抢吻了一样 这个说法也让相知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嘴唇 脑子里都是刚刚东云对自己的动作 此时东云也走了进来 似乎看出了相知的异常 并且再次落座也没有回到相知的位置 相知看到东云回来也无法面对现在尴尬的局面 跟同事告别之后也起身离开 回到家相知脑子里回想着东云今天跟自己说的话 也重新想起了自己的初衷 从小就喜欢设计 家人也很支持 并把设计当成了自己一生的梦想 但是在东云一次次的攻势之下 慢慢迷失了自我 甚至为了他放弃了很多跟优秀男同事一起交流工作的机会 现在想想自己已经不是当时充满梦想的自己了 正想着门铃忽然想了起来 透过猫眼一看居然真是东云找上了门 本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 没想到真的来了 相知忐忑地打开房门 东云进来二话不说直接把相知压在了墙上 然后吻了上去 这一举动让相知感到惊讶 但是东云温柔的动作又让他难以抗拒 任凭东云慢慢脱下了自己的外套 在强大的荷尔蒙刺激之下开始主动迎合起来 东云见状一个翻身把相知换到另一面更加坚固的墙上 相知大口喘着粗气 开口询问东云为什么要这么对自己 但是面对东云再次的亲密举动顿时感觉浑身失去了力气 然后任凭东云把他推倒在床上 东云随即解下自己的领带 然后绑住了相知的双手 这个举动也让相知感觉到了自己被侵犯 刚想阻止却再次被东云压住了双唇 随后起身对相知表示 这就是对他没有跟东云分手的惩罚 随后更是边脱掉自己的上衣 边问相知自己和东云部长谁更好 相知被他这么一问也迟疑了 面对现在紧张的局势 相知迅速做出思考 回想东云虽然对自己很温柔 但是总感觉有些照之急来挥之急去 而东云给自己的感觉更加像是情侣之间的刺激 面对东云不停地追问 也说出了自己的选择 东云很满意相知的回答 随即要求他既然选择自己 那就跟东云彻底分手 相知随后点头答应 该聊的聊完了 下面就是该做的事情了 这段不好看 咱们跳过 两个小时候相知从昏睡中醒来 看到东云已经穿好了衣服 甚至还跟相知道歉今晚的打扰 小日子就是虚伪 事都做完了还说这些场面话 临走时还不忘提醒相知 希望他下次跟东云见面的时候 就会跟他提出分手 还表示如果到周一 没有得到他跟东云分手的消息 自己就不会再纠缠相知了 如果跟东云分手了 两人的恋爱就正式开始 相知全程没有回话 感觉这一切自己都是被支配的角色 但是就因为东云在出门之前 比东云多了一个回头的动作 心里也做好了决定 第二天两人再次相遇 眼神里多了一些故事 而这些也被一旁的东云看得清楚 一脸愁湿地看了看东云 随后起身跟相知表示 自己有话跟他说 让他跟自己去资料室 这里正是两人多次在公司秘密优惠的地方 还是熟悉的动作 却让相知没有了以往的热情 无其勇气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表示自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喜欢东云 但是短暂的相聚总是让他感到悲伤 也许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东云也瞬间明白了相知的意思 红云了分手的要求 然后还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相知靠在文件架上有些失落 他多么希望东云能够为自己回一次头 起码说明自己曾经被重视过 出来的时候东云在一旁等后 看到相知的表情也猜到了答案 随即恭喜相知终于做出了决定 但是随后又表示自己只会在公司待半年的时间 半年后还会回到国外工作 甚至表示希望他在这半年内找到真爱 相知此时也彻底抑郁了 既然这样那昨晚的事情到底算是什么 本以为等到的真爱难道又是昙花一现 而接下来东云的举动更让他难以理解 居然把新的项目让相知和另外一个男同事一起完成 东云从来都不允许自己跟其他男同事共事的 这次反常举动又说明了什么呢 难道东云已经看出了自己对东云动了感情 相比较东云的提上裤子不认人 东云要温柔很多 也更在乎他的感受 所以第二天来到公司就跟东云提出了分手 而东云似乎也看出了相知这两天的不对劲 没有过多挽留再次投也不回地走开了 相知从此也全心全意地喜欢东云 每天都是不自觉地关注他的举动 看到他跟其他女同事说话也充满了醋意 但是东云对他并没有想象的热情 耐不住想念的相知主动给东云发去信息 约他明天下班见面 东云虽然秒回但是语言却简单到像例行公事 第二天一早相知给自己精心挑选了漂亮的衣服 画上美美的装扮 就连香水也把曾经跟东云在一起时候用的换掉了 来到公司同事看到他的装扮也忍不住夸赞他的漂亮 让相知心里更增添了几分自信 来到公卫下意识地看了看东云 没有任何的异样 似乎对于跟自己分手他并没有特别在意 做到工位上也无心工作 就想着拿出手机跟东云聊聊天 但是想想又没什么可说的 此时同事找到相知要跟他讨论工作的事情 相知是公司资深的设计师 给出的建议也很快受到了同事的认可 为了表达感谢提出邀请相知喝咖啡 但是没等相知答应一旁的东云就拍而起 怒视两人在办公室说话声音太大 有事情出去说 这一举动瞬间把两人吓得不敢再出声 下班之后 另一个同事跟相知讨论起了东云发火的原因 还不小心把东云妻子出轨的事情说了出来 听到这话相知也被震惊到了 自己跟东云在一起一年的时间 竟然对他的事情毫不知情 而这件事也让他不禁想到 东云跟自己在一起的原因 会不会就是为了报复他的妻子 但是现在这些也已经不重要了 略带失落地准备下楼去坐地铁 但是一抬头却看到了更为惊讶的一幕 居然是东云在跟一个女人做着亲密的举动 看样子肯定是有很亲密的关系 相知不敢继续看下去 转身跑出了车站 脑子里快速回想着东云曾经跟自己说过的话 眼泪忍不住地在眼睛里打转 本以为摆脱了不应该有的感情可以迎来对的人 但是现在看来又是书的一败涂地 到头来自己没有被任何人真正爱过 正想着后面一只手抓住了他 竟然是东云追了上来 大口喘着粗气质问相知为什么约了自己又一个人跑开 这个举动也把相知彻底搞得不会了 刚刚还在跟其他女人亲近 现在又表现得若无其事 但是面对东云看起来真挚的眼神 相知最终还是没有问出那个女人是谁 就这样任由他拉着自己的手走开 东云这次把相知带回了家里 面对东云漫画般的颜值和让人陶醉的温柔 相知彻底放下了刚刚看到的一切 彻底地爱上了跟他在一起的感觉 这一夜注定会很愉快 相知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东云已经在准备咖啡了 这还是相知第一次感受到早上起床有人等候的感觉 这种感觉美妙的有些不够真实 东云细心地把咖啡递到相知手上 还帮他捡起地上散落的衣服 让相知再次感觉到了比咖啡还要温暖 随后东云更是带着相知一起逛街 两人都是家具设计师 对于装潢和家具都有浓厚的兴趣 聊起来也没有丝毫的障碍 相知也跟东云讲述了自己跟奶奶的故事 就是因为奶奶的原因自己才选择了这个行业 并当作一生的梦想去追逐 东云对于相知的话也很在意 并表示奶奶虽然不在了 自己会陪她完成梦想 这些话也让相知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走在路上想上前牵起东云的手 但是却看到她一样的眼神 随着目光看去 下面竟然是在地铁站跟东云拥抱的女人 而女人的旁边赫然是刚刚跟相知分手的东目 当女孩发现自己刚结交的男友 竟然是自己前任情人妻子的情人之后 会是什么体验 虽然很拗口 但是这件事就发生在了相知身上 精美貌与才华于一生的设计师相知 因为心同是东云的温柔跟在一起 一年的已婚部长东目分手 本以为终于找到了真爱 却无意中看到她跟另一个女人拥抱在一起 但是没等她质问清楚 就再次沦陷在了东云诱人的气味下 居然一时忘记了她跟其他女人的亲密举动 直到这天看到了跟东云拥抱的女人 居然跟东目在一起 这下她彻底明白了 而东云比她的反应更大 拉着她转身就跑 相知的鞋子也因为跟不上腿的速度坏掉了 就是这下摔倒的疼痛让相知忽然觉醒 不能再继续装作若无其事了 跟东云坦白了自己看到的一切 东云并不知道相知那天看到了自己跟东目妻子的举动 听到相知的哭诉也一阵吃惊 但是最终也承认了自己的行为 原来东云跟东目的妻子小美很早之前就在一起 虽然当时小美也跟东云坦白过她心里一直有东目 东云还是义无反顾地跟她在一起了 但是最终还是没能阻挡住小美回到东目身边的事实 两人回国结婚了 在此之后东云虽然极力控制 但是奈何实在控制不住内心一次次地找到小美 也从小美口中得知她因为丈夫的不忠感到难过 所以来到东目的公司工作帮小美找到让她伤心的人 之后就在资料室发现了相知和东目的苟且知识 为了小美不那么痛苦选择用行动让相知跟东目分手 并且也成功做到了 但是没想到的是相知居然彻底地爱上了东云 为此她也有些愧疚 于是解释自己除了想帮助小美之外也不想相知最后受伤 但是这样的欺骗不可能得到相知的原谅 表示从此以后两人再无瓜葛 转身离开 此刻在这个男人面前什么形象已经不重要了 扔掉已经坏了的鞋子飞奔出去 任泪水在风中飘洒 但是小日子似乎对这种事习以为常 第二天相知还像往常一样面带微笑的工作 只是当东云进来的时候还是不自觉地看过去 而这些也被一旁的东目看在眼里 另一边喜欢东云的女同事似乎看出了相知跟东云关系僵持 还忍不住笑了出来 随后同事小也要求相知跟自己一起讨论工作的事情 但是落座之后就聊起了相知跟东云的事情 原来小也早就知道了东云接近相知的目的 甚至还提醒过相知不要跟东云走得太近 只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相知根本没在意 小也跟东云在国外就是同事间好友 知道东云对小美的爱有多深沉 所以当东云接近相知的时候也猜到了他的意图 还表示其实这件事他也有责任 因为就是小也曾经跟东云说过自己喜欢的女孩被东云抢走了 东云这才知道东云的情人在公司里 而这样的话也让相知知道了小也也喜欢自己 这个办公室真是乱了套了 可能这就是小日子的风格吧 此时相知无暇考虑小也是不是喜欢自己 而是弄清楚事情的原因之后更增添了几分忧伤 跟小也告别起身离开 而原本跟东云一起合作的同事也从相知换成了他的朋友 朋友还跟东云聊起了相知今天的状态非常不好 这话也让东云陷入了更深的自责 一面是帮自己深爱的女人摆脱了家庭困扰 一面又伤害了一个单纯的女孩 东云接下来会怎么做呢 一对精力旺盛的小情侣正准备展开一场忘情的战斗 但是此时女人却表示自己将要结婚了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又帅又痴情的东云 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她决定用行动征服小美 但是尽管东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小美还是最终选择嫁给的东云 那段时间东云就像着了魔一样 满脑子都是小美的画面 在纸上一遍又一遍地画着小美的画像 本以为也许再也见不到深爱的女人了 但是这天东云忽然接到了小美的电话 因为参加朋友的婚礼小美又来到了国外 东云听到这个消息瞬间被点燃 立刻提出见面的请求 小美也没有拒绝 还是熟悉的地方 还是熟悉的人 这次却遭到了拒绝 但是东云此时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生生把小美的头扭过来吻了上去 面对东云的热情 小美虽然心里有些迟疑 但是动作已经不由自主地开始迎合 这一晚 东云再次战斗到精疲力尽 不知道过了多久 小美已经睡得很熟了 她的丈夫东木打来了电话 东云看到来电显示上两人的婚纱照 瞬间被拉回了现实 她知道现在的一切都只是暂时的 这个女人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生活 随后深情地跟熟睡中的小美道别 告诉自己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之后的一段时间 两人也没有再联系 都很默契地选择慢慢淡忘 但是这天东云跟在国内上班的同事一起聚会 聊到了小美的丈夫东木 得知东木在公司里有一个年轻漂亮的情人 两人已经命令约会很久了 东云得知之后无法坐视不理 很快回到国内约见了小美 把她丈夫的事情告诉了她 她幻想着小美得知东木的事情之后 可以离开她回到自己身边 但是没想到小美根本不相信她说的话 还表示自己无条件地信任丈夫 并且东木每天都会准时回家 肯定是东云搞错了 为此两人还发生争执 最后也没能改变小美的想法 两人不欢而散 东云此时也心如死灰 狼狈地拉着行李准备回到国外 但是此时小美却再次打来了电话 电话中小美哭得很伤心 她知道了丈夫东木做了背叛她的事情很难过 并且有轻声的念头 东云听到之后立刻询问了小美的位置 初冬的海水已经很凉了 东云也顾不上这么多疯狂地跑过去拦住小美 大声地呵斥让她冷静 更是挥洒着无尽的爱意 但是小美心里显然并没有她的位置 满嘴都是丈夫的事情 东云听到小美不为所动 便询问自己在她眼里到底算什么 但是等来的答案却只是把自己当朋友 这样的回答让东云开始后悔 问出这样的问题 没等她再继续说什么小美的电话响了 小美扔下有些手足无措的东云立刻去接电话 接起丈夫的电话 小美很快恢复了平静 并随口答应现在马上回家做饭 那么看来这场戏只是为了让东云看 受伤的也只是东云而已 回来之后东云烧掉了两人的合影 为自己那些可笑的行为画上一个句号 但是事情往往都是在即将恢复平静的时候 再起波澜 在一次设计师大赛的时候 东云看到了第一名获得者 竟然是东云在公司的情人湘芝 把她再次拉回到了小美的世界 所以她决定回国到分公司工作学习 帮助小美把湘芝踢出这场爱情的游戏 接下来的剧情就是我们前几集说到的 东云成功拿下了湘芝 并让她跟东云分手 但是湘芝也在一次偶遇中得知了东云接近自己的目的 竟然是为了小美 但是此时她已经深深爱上了东云 当从东云口中轻耳听到这一切的时候也难以接受 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 而此时东云的心也有些动摇了 面对湘芝的痛苦 她的心里竟然也在隐隐作痛 得知一切的湘芝爱情的梦想碎了一地 整天也变得浑浑噩噩 这天来到资料室准备最新的设计文件 偏偏又遇到了避之不及的东云 两人尴尬地攀谈了几句 湘芝从同事口中得知东云跟另一个同事林子关系暧昧 还大方地送上了祝福 听到这话的东云立刻变得不淡定了 来了一个力道十足的壁东 本以为东云对自己还有想法 但是随后东云却表示让湘芝不要总关心别人的感情 把精力放在工作上 再次心冷的湘芝瞬间流下了眼泪 下班的时候另一个同事小也邀请湘芝一起喝一杯 湘芝此时也一肚子的苦水不知道找谁诉说 欣然赴约 等到九郭三巡走出酒吧时已经有些摇晃 小也赶紧上前搀扶住湘芝 而此时东云又恰巧路过 看到湘芝的样子既心疼又后悔 因为他发现自己也已经爱上了湘芝 但是看到眼前的两人也下意识地认为他们已经走到了一起 并没有多说什么只能离开 小也曾经跟湘芝表达过爱意 趁着酒精更是直接从后面抱住了湘芝 把自己的心里话一股脑地说了出来 让有些懵逼的湘芝更加懵逼 小也也忽然发现自己有些唐突了 赶紧松开湘芝并道歉 小也确实不是湘芝喜欢的类型 虽然是个好人 但是做备胎都不够资格 最后也只能慌忙逃窜 第二天两人一起工作也把话说开了 做个普通朋友也挺好 两人正聊着 工人送来的客户装修的材料 两人出来一看却傻了眼 进口的桌子跟订单完全不一致 要知道进口的东西是不能退的 出现问题要设计师自行承担 湘芝立刻给负责的同事签下打电话沟通 但是此时对方却在舒服地坐着死吧 根本接不到电话 湘芝随后又给助手打去电话确认文件 得到的答案竟然是文件上的编号 就是错误的 这时湘芝会想起当时把文件交给签下的场景 这件事的问题只有可能是出在了签下身上 两人火速赶回公司 助手也已经准备好文件等候多时 拿过来一看果然是被做了手脚 这一笔加的真是不要太明显 而此时制造这一切的签下 做完死大正惬意地喝着热茶 脸上一抹笑容闪过 公司这边作为部长的东勿也很快了解了情况 湘芝第一时间做了检讨并承担了所有责任 东勿也表示这件事自己做不了主 需要上报总部 让湘芝做好处分的准备 说好的一日付700日恩哪里去了 这时候倒是公司分明了 湘芝当想出去却被小野一把拉住 随后表示据他所知签下好像喜欢东勿部长 他这么做很有可能是为了报复湘芝 因为湘芝曾经跟东勿在一起 但是转头又投入了东勇的怀抱 千夏有可能是为了帮东勿报仇才这么做的 这话让懵逼的湘芝再次懵逼 自己就想好好谈个恋爱 怎么搞出来这么多事情 小野的说法也让湘芝再次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甚至忽然觉得自己真的很渣 无形之中竟然伤害了这么多人 脑子里和这件事有关的几个人快速闪过 像是很多双眼睛正盯着自己 湘芝随即决定必须搞清楚这件事 随后给千夏打去了电话约他见面 两人很快在咖啡店见面 千夏见到湘芝脸色不好心情更是大好 落座之后还给湘芝推荐这家的珍珠奶茶味道很正宗 但是湘芝现在可没有心情考虑奶茶的事情 随即问出了自己的问题 没想到千夏竟然丝毫没有顾忌地承认了这一切 原本湘芝以为千夏喜欢东勿部长 做这些事是为了报复自己建议撕迁 但是没想到千夏竟然是东勿的表妹 所以他在意的人就只有可能是东云 最终千夏也没说出真实原因愤然离场 第二天回到公司 和湘芝一起参与设计的小野告诉他材料的问题解决了 国外公司同意加急运输不会耽误工期 这就证明这场危机已经解决 而这一切都是东云在背后的帮忙 本以为事情已经回归平淡 但是随后湘芝的下属林子找到了东云 告诉他湘芝还是很爱东云的 如果东云还想跟湘芝在一起 就不要再让他受伤 原来东云告诉小野解决材料的事情的时候 被林子听到了 他猜测这件事的背后操控者除了千夏 小野也可能参与其中了 东云听到这些之后恍然大悟 毕竟很多巧合实在是解释不通 而事实也正如他们所想 小野这边正在跟千夏通电话 解释东云帮助湘芝的事情 东云已经悄悄地走到了他的身后 东云自知这些事虽然是小野做的 但是这一切也都源自于 自己伤害了小野喜欢的湘芝 所以先给小野鞠躬道歉 然后才质问是不是小野做的这一切 已经被识破的小野也不再隐瞒 承认了自己做的事情 小野喜欢湘芝很久了 但是湘芝偏偏跟已经结婚的东牧部长搞到了一起 为了拆散他们故意把这件事告诉了东云 他知道东云很爱东牧的妻子小美 一定不会坐视不理 果然东云火速回到博内拿下了湘芝 并让他跟东牧分手 但是没想到的是湘芝竟然爱上了东云 小野想得到湘芝就必须让湘芝看到东云的真面目 所以小野把这件事告诉了喜欢东云的同事签下 因为签下是东牧的表妹 很轻松就能联系到小美并安排小美跟东云见面 小野在把湘芝带到两人见面的地方 让湘芝撞见东云跟小美的亲密举动 随后又自掏腰包买了东云和小美都喜欢的脱口秀门票 一份给了东云部长让他带着妻子去听 一份给了东云 让东云和湘芝撞见了东云跟小美在一起 湘芝也因此知道了东云跟小美的关系 也果断提出了跟东云分手 但是最终湘芝也没有接受小野 因为他已经爱上东云不能自拔 受到动情处小野难以压抑内心的痛苦 抓着东云的衣领大口喘着粗气 但是东云此时却异常淡定 轻轻推开小野 告诉他要好好对待湘芝 自己不会再跟湘芝在一起了 因为无法面对伤害过的女人 随后东云来到办公室 看着一脸单纯的湘芝 心里也五味杂陈 但是最终还是做好了决定 走过去邀请湘芝跟自己 一起去他们共同设计的房子参观 两人来到房间 看着他们共同的劳动成果 心里充满了满足 东云在前面讲 湘芝在后面静静地听 满眼压抑不住的爱意 他很清楚自己爱的就是东云 而看到东云称赞自己的表情 他感觉东云也是爱自己的 但是接下来东云的话 让湘芝再次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当女人听到自己深爱的男人 祝自己跟另外一个男人 幸福是种什么体验 湘芝听到之后 也忍不住泪流满面 湘芝有着不俗的颜值和气质 但他在感情中 却是个标准的傻白天 因为上司东云的温柔 不惜承担第三者的骂名 跟他在一起 又在心同是东云的 百般聊拨之下不能自拔 最后发现自己只是个棋子 换来的是对方祝福自己 跟一个不喜欢的人在一起 湘芝独自坐在床上 感受东云曾经留下的气息 心里受不出的疼 东云看着湘芝 遗落在自己家里的项链 也感到五味杂陈 虽然他也爱上了湘芝 但是却无法面对 而小野这边也真心喜欢湘芝 为此还跟东云约法三章 一起参加总公司的设计比赛 谁赢了谁就可以继续跟湘芝在一起 尽管东云此时 已经因为无法面对湘芝选择退让 但是也接受了小野的邀请 湘芝对感情已经不再有奢望 面对小野的示好也不懂得拒绝 还试图说服自己可以尝试新的感情 东云看出了湘芝的想法 把他叫到一边说话 东云虽然跟湘芝不是正常的恋爱关系 但是还算有情有义 希望湘芝能够直面自己的内心 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 处于低谷中的人 面对别人的安慰 总能获得莫名的力量 湘芝也开始微笑地面对生活和工作 对待同事也恢复了 之前俏皮可爱的状态 也不会刻意回避跟小野的相处 还会主动邀请他一起参与工作 面对小野的邀约也不会拒绝 甚至下班还会跟他一起回家 只是听到东云名字的时候 还是忍不住内心会颤抖一下 很快 总公司的设计大赛结果出炉 小野不负众望地获得了冠军 接受同事们崇拜的眼光 在和东云的比赛中获得了胜利 而此时湘芝看到了一旁的千夏表情很奇怪 忽然恍然大悟追了出去 并且很快确认了自己的猜想 原来千夏喜欢的不是东云 而是小野 当时在工作中陷害湘芝也是为了帮小野出气 他觉得湘芝这么随便的女人不值得小野的喜欢 随后又告诉湘芝东云这次比赛根本就没想赢 因为他做的设计是一个毫无设计感的双人摇椅 听到这话的湘芝顿时想到了什么 回到办公室打开这次设计大赛的作品 东云的设计果然是自己曾经跟他一起设想的摇椅 原来东云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放弃了这次比赛 湘芝在一次跟东云一起逛街的时候 说过自己小时候的事情 那时候奶奶总一个人坐在摇椅上 湘芝梦想就是设计一款双人的摇椅 可以和奶奶一起坐在上面 这也是湘芝思念去世奶奶的寄托 看到眼前的图纸湘芝泪如雨下 而此时小野也走过来 看到作品之后 也承认自己对湘芝的爱缘缘比不上东云 随后又拿出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了湘芝 竟然是出国的机票 目的地就是东云所在的城市 湘芝回头看看小野 对方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湘芝也终于放下了曾经的包袱 决定为爱任性一次 疯狂地跑了出去 当东云走出公司的时候 湘芝已经站在了面前 两人远远地站着 东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心里也是爱着湘芝的 但是他无法原谅自己对湘芝造成的伤害 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跟湘芝在一起的资格 但是此时的湘芝无比勇敢 大声地告诉东云自己很爱他 看到东云一脸的懵逼 更是大步地跑过去扑进了他的怀里 熟悉的温度让东云此刻也瞬间放下了一切 两人相视一笑 再次拥抱在一起